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自由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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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位民眾高喊口號聲援反送中 這一場由高雄的在台港聲發起的靜坐抗議 就是要表達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的不滿 不少政治人物倒場立體 卻讀缺高雄市長韓國瑜 其實從韓市長第一次回應到現在 沒有具體說他們願意聲援香港這樣的內容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是蠻憤怒的 覺得說市長你對於香港目前的處境完全沒有想要關心 另一頭在成大光復校區門口 一樣有集結數百位學生聲援香港反送中活動 香港的一國兩制基本上就是騙局 這毫無疑問的 實況轉播香港現場用行動為香港現場民眾 與在台灣的香港人加油 我們在這個社會上我們沒有社會責任 當香港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在台灣未來有可能碰到一樣的情況 我們應該要把這樣的意識跟這樣的觀念 去帶給其他學生 我們非常肯定學生能夠站出來 為整個香港台灣乃至於人類社會 受到不公平不正義被帶的時候能夠勇於發聲 香港反送中運動 不論是在台港生或是本土台灣人 不分國籍紛紛站出來 就是想在有限資源下盡一份心力 原來我這一生不給國中愛自由 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黃宇新聞成員外 林維凱 李家瑜 台南高雄報導 黃宇新聞成員 黃宇新聞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